春秋戰國時代 在中國歷史上 春秋戰國時代 其實是一個非常紛亂的一個時代 那我每次在讀春秋戰國時代 這個歷史故事的時候 心中有一個小小的疑惑 那今天我想把這個疑惑提出來 跟大家分享 同時也跟大家聊一聊 我們知道 在春秋時代的時候 很多諸侯國互相在攻發 你打過來 我打過去 打過來 最後呢 產生了五個比較牛的君主 那我們稱他叫春秋五霸 那至於春秋五霸有哪五霸呢 其實說法不一 以前我們在台灣的時候 說春秋五霸是齊桓公 靜雯公 秦穆公 宋相公 跟楚莊王 但是有另外一種說法是說 這個楚莊王 靜雯公跟齊桓公是OK的 但是秦穆公跟宋相公應該把它剃出來 代之以巫王合旅跟越王勾結 那不管你認為這個春秋五霸是哪五霸 但有一點是一般學者都是同意的 也就是說在越王勾結十年生俱十年教訓 沃心長黨 把那個巫王夫才五國給滅掉 他是在公元四七三年的時候 滅了五國之後呢 基本上 越王構建就成了春秋時代的最後一個霸主 當時呢 他滅了五國之後呢 哇開始意氣風發 然後他就是北上去跟齊國跟晉國去結盟 那當時呢 他全盛的時期呢 他的領土有多大呢 大概相當於今天的江蘇 浙江 安徽 江西跟一部分的山東 你想想看這個領土非常之龐大 那當時呢 在戰國時代 因為他四七三年是滅掉了那個五國嘛 但是一般始家稱戰國時代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是在大概四七五年 有人說是四七五年 又有人說是四五三年 不管是四七五還是四五三年 大概也就是可以肯定是越國啊 也就是在越王勾結滅掉五國的時候 基本上越王勾結已經是春秋時代的最後一個霸主了 好了我的問題來了 他是春秋時代的最後一個霸主 他把越國帶進了戰國時代 那麼 我們看戰國時代的戰國七雄 哪七雄 我們按照這個滅王的先後順序喔 韩兆魏楚焉齊齐 越呢越國呢 越國跑到哪裡去了 沒有啊沒有越國啊 越國怎麼奇怪 他本來在春秋時代是一個超級明星 為什麼到了戰國時代 孝順逆甚至變成路人甲了 這點啊其實我感到蠻奇怪的喔 但是我看到一些比較統一的說法是說 當時在越王勾結啊 他在滅了五國之後呢 他在休養生息之後呢 其實啊 越國其實內部發生了內亂 比如說勾結啊 就越王勾結啊 他在公元前四百六十五年去世之後呢 他就把他的王位傳給陸穎 陸穎再傳給不壽 不壽再傳給翁 當然有人有另外一種說法叫做豬溝啦 說不是翁是豬溝 但anyway反正就是翁或豬溝 不管是在這個親始皇稱皇帝之前 之後或之前那些諸侯王 他們要把他的王位傳下去啊 以什麼為主 就是敵仗子為主嘛 那你弟弟啊 但是先閃一邊兩塊去啊 那所以當時啊 越王勾的時候他的弟弟叫玉 他其實對這個王位其實也是 就是開始流口水了 所以他利用契謀啊 殺了這個翁的三個太子 就殺了他的三個兒子 可是沒有想到 翁他自己啊 最後不是被預殺的 是被他另外一個兒子 叫朱舊 那個舊是歸舊的舊 其實也有人叫高啦 或朱高或者朱舊 anyway我就念朱舊好了 就是被朱舊 等於是朱舊殺了他的爸爸 自己去當皇帝了 從此之後呢 就整個內亂 因為他殺了他自己爸 當皇帝之後 就名不正眼不順嘛 結果越國人民啊 那就開始起來反抗 然後也把朱舊給殺了 然後之後呢 就他們整個很亂很亂 整個越國非常之亂 所以上面這一段呢 越國的一個傳承 這個順序呢 跟史料呢 其實我參考什麼 呂氏春秋啊 五月春秋啊 史記等等齁 其實說法也都不一 所以也是把它綜合起來齁 大概有得到這樣一個 這個磨落齁 其實並不 一定是很準確 但是有一點可以確定的 就是說 在越王勾建之後 沒有多久啊 其實 當然 越过已经陷入了内乱 你也知道一到内乱之后 变成你这个国家在搞内乱的时候 在其他国家眼里 你根本就已经不是事了 就不会把你当成一回事来看 那此外呢 当然内乱只是原因之一 但还有几个主要原因 那后来有一些学者 我看到找一些资料之后 有些学者提出一些看法 这些看法呢 有些是我都持一点保留态度 那有些我也同意 比方说我持保留态度 像有学者说法是说 因为越国啊 它是属于蛮夷直邦 我们知道 它处在今天长江下游 在江苏跟浙江那附近 但是我们知道 中华文明 华夏文明是起源自哪里 中原 所谓中原是哪里 就是黄河流域一带 也就是今天河南省的这一带 那时候才是中华文明 中原文明的一个最中心点 那在这个中原文明之外呢 其他都算蚂蚁直邦 包括吴啊 越啊 甚至楚国 他们自己承认自己是蚂蚁直邦 只不过说 比起吴越来 那个楚国啊 它比较能够 因为它跟中原比较接近 就比如说 包括今天湖北 有一部分是当年的楚国 那楚国 它因为接中原很近 所以它对中原文化 也比较能够接受 但是相对于越 就比较能够接受 那越国啊 就比较 离得比较远一点 所以啊 学者是这样说 今天因为你越国离的 离中原太远了 所以有很多中原的人才啊 比方说像 淑秦啊 张仪啊 商鞅啊 吴奇啊 这些人呢 这些所谓人才的 他通常在战国七雄之间去游走 但是怎么样都不会想到 要去越国去帮他们 那这句话呢 就是这个观点呢 其实啊 我真的持一个很大的一个保留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越王勾建啊 他当初在灭无果的时候 他得利于两个大臣 一个是范里 另外一个是文总 那范里呢 他本身是湖北人 也就是今天其实就是算楚国的北方 就是离中原很近 所以他对中原的文化肯定并不陌生 那另外一个最大的一个工程 就是灭无最大的工程 也就是跟越王勾建献出了 发无其数的 这个人叫文总 这个文总呢 他本身啊 就是他出生在今天的河南南亚 标准的是中原人 所以你看这两个人 最后他也是帮助 帮助越王勾建去灭了无果嘛 那最后你知道那个文总啊 他提出了发无其数 有哪有哪其数呢 比如说他说用钱杂 我们就是当越王勾建 在在那个武王 在无果那边去做人质 后来回到越国去之后呢 文总提出发无其数 要怎么去去去去打败无果哈 那这七处里面第一个刚刚讲过就是用钱杂 然后去买一些送给送给无果一些奇症异宝 然后把他们给人心给麻痹掉 另外第二个就是多买无果的粮食 让他们的粮食短缺 第三个就是用美人计 第四个把越国一些很棒的工匠啊 或者一些很棒的建材啊 送到无果去 一方面去让他们华官钱财去打搞建筑 第五个就是贿赂无果的一些奸臣啊 就是去扰乱无果的次序 第六个就是让无果的忠臣啊 跟吴王互相猜忌 其实就有点像今天叫反奸祭啊 那前面六个呢 都是针对无果的 那第七个呢 就是针对越国自己本身身居教训 就是说要加强越国的修养生习 同时也要加强军事的训练 藉由这个法无其数啊 最后呢 越王国界就靠着文总跟范李 把无果给打败嘛 把无果给灭掉 这两个人都是中原的人士 所以呢我认为啊 这种说法说因为你是蛮蝴之邦 所以很多中原人才不愿意到你那边去啊 其实啊 我并不太同意 但是有一点我也蛮同意的是说 其实并不是因为你太远 你是蛮蝴之邦 而是因为你勾建啊 杀你的功臣 比方说很典型就是我们知道 范李跟文总就成功之后 帮越王勾建灭了无果之后呢 范李啊 他就挂关求去 他去云游四海 他在走之前呢 他留了一封信给文总告诉他说 我告诉你啊 玉王勾建我看他啊 我觉得他是一个能共苦 但是不能同甘的人 你要知道 我们的情形就有点像鸟进工厂 这其实一个成语叫鸟进工厂 就是说你 你原来那个弓箭啊 是要射飞鸟对不对 但是当你飞鸟啊 全部被你弓箭啊 全部杀光了 全部射光了之后呢 天上没有飞鸟了 那你弓箭拿来做什么 就把它藏起来 就把它血藏起来嘛 那范里是用这个鸟进工厂 这个意思呢 去劝文总说 今天啊 月果已经灭了五果了 其实基本上 已经没有我们什么事了 那今天你如果留下来的话 其实是蛮危险的 最后可能 月王勾建会对你不利 那文总听不下去 他觉得他想去 想荣华富贵 因为的确 当月王勾建灭了五果之后呢 他有一阵子是 的确是对 对那个文总相当好 但是呢 当范里云游去之后呢 文总呢 他自己留在草体里面 继续去辅佐月王 但是他后来可能也是 想说自己是工程嘛 所以变得有点 指高气扬的 时不时啊 就成病了 然后就说 我生病了 我不想去上草 我不想去工作了 有一次他又生病了 生病了之后呢 月王勾建啊 跑去找他 月王勾建 到了文总的这个房间里面去之后 看到文总躺在床上嘛 也不知道是生病 还是装病 都不知道 那他就把他的配件啊 摆在文总这个房间里面的一张桌子上面 摆下去 然后就跟文总说 文总啊 你今天病的情况怎么样啊 那文总跟他讲说 哎呀皇上啊 我现在还病着啊 没办法去给您献 献我的心力啊 对不起啊 怎么样啊 好 月王勾建这时就来了 他说 他就开始画风转移了 他说哎呀真的很感谢你啊 当初啊 因为有你的法无七术啊 才帮我啊 打败五果 但其实这法无七术里面 我只用了三术 就解决了 那您说啊 还有剩下四术 要怎么办呢 这文总啊 就愣了一下 他不晓得月王会突然问这个 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回答 就愣在那个地方 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月王勾建啊 就开始默默胡着说 嗯 我想到一个办法 我已经用了三术 还有四术对不对 那我请你啊 到阴间 到阴朝地府去啊 去拿另外四术 去对付吴王福差的祖先 好 就说完啊 笑一下就走了 走了之后 他的配件还留在桌上 这时候文总啊 看到这配件 他当然 不要说是文总啦 我都知道 您都知道 对不对 你都知道是什么意思的嘛 然后文总在 在勾建走之后呢 就把配件拿起来 自吻而死了 所以这个事情呢 就传出去 因为基本上就是 勾建在沙工程嘛 那你传到中原人士的心里面 即使那些人才啊 他听到你沙工程 您觉得 心会不会凉 他心都凉了嘛 即使我不嫌你 满于值班很远 我也不想再去替你服务了 所以基本上 这点我觉得 越王勾建沙工程这个事情 才是越国找不到中原人才的一个最主要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所谓地处偏远啊 其实我觉得不是 不算是很主要的原因 可能是原因的一个小部分而已 另外呢 还有两种说法 其实我觉得也比较可信的 就是越国啊 他在灭了五国之后 其实是小虾米对大鲸鱼 就小虾米吃了大鲸鱼 然后小国灭了大国 对越国来讲啊 他其实他会消化不良 所以越国啊 像刚刚讲过嘛 勾建了他在灭了五国之后呢 他第一件事情 他不是要赶快去向北去发展 而是先去跟齐跟进啊 去结盟 那他甚至还做了什么事情呢 他把以前五国啊 去侵吞宋国的一些土地啊 也还给了宋国 非常之仁慈 所以他那时候啊 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去休养 因为对越国来讲 因为五国其实民风也是很强悍的 他也要提反啊 五国的人民会反叛 如果你这个时候还没有 国内还没有定下来之后 你灭了五国还没定下来之后 你就去攻往北上去攻打的话 那么很可能内部会造反 所以当初越国的考量是这样子 不能说没有道理 但是等你想要回头的时候啊 真的是已经晚了 他等到回头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呢 就到越王五强的时候 五强大概是在 刚刚讲到那个义亚时候 大概后面还有 传了四代左右吧 到五强的时候 他开始准备要北发了 他在公元前3036年的时候 他要北发齐 也没事就要去打齐 当时齐国有一个说客 也是姓田的 估计也是跟齐国王室有关嘛 因为齐国也是姓田嘛 那他就想办法去说服这个五强呢 调回头来去打楚国 他说我告诉你啊 现在楚国啊 他其实很怕你们越国的 那如果你打齐国的话 他有可能趁你后面空虚的时候 会打你的那个越国后面 因为他平常跟五国 其实也本身 以前跟五国本来就很交好了 那趁你走的时候 他也许会反过来打你 那你不如啊 就直接回来打楚国 因为楚国 楚国人都以为你要去打齐国了 如果你再回来打楚国的话 来给他一个 杀他一个措手不及 那不是很棒吗 这个五强觉得很有道理 所以他在去齐国 走到半土的时候 又回过头来要去打楚国 结果没有想到 这个消息也不知道怎么去 泄露到楚国去 那楚国他就在半路上 设了埋伏 结果五强再回来之后 要打楚国之后 结果中了埋伏 结果五强就被设死了 设死之后 整个啊 又本来已经乱 很乱的越国朝廷 又显得更乱了 在你乱上加乱的情况之下 一到了战国出去 那时候已经差不多是战国中期左右了 那你整个越国啊 就已经整个就被边缘化了 其实当时楚国还算比较大发慈悲 他其实并没有城市去灭掉越国 他还是让你还 因为他知道你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力量了 就摆在那边好了 事实上越国到战国后期的时候 在战国词里面 还有提到越国这个国家 我是后来才查到的 他还是有提到越国这个国家 只是那时候已经成了路人甲了 那当时的越国还曾经跟楚国 比如说还有跟燕国联合要去抗秦 曾经还要做过这些事情 还有包括跟赵国要联合去抗秦这个事情 但是因为那时候的越国实在是太小了 真的已经成了路人甲 到战国后期的时候 越国到底是不是被清国灭亡 其实也没有人太在意了 你想想看 看整个越国历时候觉得蛮唏嘘的 因为在春秋末期的时候 他这么强大 最后一个霸主到了战国 竟然成了路人甲路人蚁 觉得蛮可悲的 今天我们聊到这个地方 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感到兴趣的话 或者您希望我来跟你们聊什么话题的话 请记得按订阅点赞 同时呢 你可以把你的意见留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的留言区 今天我们聊到这个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点赞 订阅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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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 订阅点赞 Selfames 转发 订阅点赞